原來祂是我媽媽來自然擁抱祂 所以你整個就全修在心 惡而不惡 這個我解釋不好 但是就是這個意思 由外而內 合為一體 所以此則佛種從緣起 所以各位 我們本來就有如來種 種性 那是因為你發菩提心 悲心 所以佛種就顯現出來 所以這個本性跟我們持戒 性修交成故 因緣合合得了實體意 就得到了菩薩界的戒體 所以得菩薩界又說 你本來是皇帝 你忘了 今天恢復你的身份 對不對 然後給你戴上皇冠 那這個皇冠做皇帝不是一種享受 而是一種責任 我對全國老百姓 做菩薩界是我對所有眾生 有保護 讓他離苦得樂的責任 所以任运止惡行善 任运利物寄生 任运就是自然的 各位要把慈悲變成自然 如果你做不到 你要多培養慈悲 修行就是這樣 多培養不生氣 多培養忍辱 多培養謙虛 然後你要是安住在菩薩戒體的時候 那你就自自然了 自自然了 就像抽煙的人 不用戒煙 自然就不想 就沒有煙癮 就像好色的人 從來你就不會好色 好賭的人 不會好賭 愛生氣的人 不會生氣 這是自然的 你安住在 你這個菩薩戒在運作的時候 這個戒體會讓你任运自然的 自然地去利益眾生 救濟眾生 利物寄生 於正 子 行 利生之間 雖然我們這樣子的 在行住坐卧 都在利益眾生 但是這個就變成 慈悲就是我的生命 慈悲就是我的呼吸 讓自己眾生成佛 這是本來的 這個一點都沒有假 虛為造作 實無 利生 子行可得 所以 而且 了解它也是一種方便而已 虛幻 空性 以諸法無生 一道真禁錮 所以一切法都無自行 所以也沒什麼好分別的 但是利益眾生 讓眾生成佛 這是唯一要做的 所以大乘起信論以云 各位最好看一下 你對大乘要如何生起真實的信心呢 所以這一部論 也是每一個出家人都會讀的 以知法性無染無故 隨順起修 我們的法性不夠不盡的 所以也沒有骯髒 也沒有增加 只是我們隨順這個菩提心 而讓它生起 所以行施波羅蜜 這樣去實踐 持戒波羅蜜 而此性戒之性 佛生共聚 所以這個菩薩戒 這個菩提心 那是佛性 是佛跟凡夫眾人都具足的 唇動不五 只要會動的蟲啊 天神啊 鬼魂啊 地獄啊 他們都有這個佛性 所以有性即有心 有心皆成佛 所以有這個佛性 它就有一個 心就是你的想法也好 起心動念 那你只要能夠生起一個 利他的心 菩提心 那哪怕你現在是小蟲 是地獄的 是個屠夫 那放下屠道 立地成佛 所以放往金雲 菩薩戒 叫什麼呢 金剛光明寶戒 所以 金剛就是空性 光明就是慈悲啊 辨造一切 所以 能夠圓滿一切寶 所以是一切佛的本源 所以各位 回家了沒有 這就是到家了 你找到你自己了 學佛就找到自己的本性 佛性 生命的意義 過去我們演一場戲啊 迷迷糊糊演一場戲 那現在你終於找到自性 找到生命的安頓 你就不會空虛 不會無聊 不會痛苦 不會依賴 所以是一切佛的本源 一切菩薩的本源 佛性種子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一切意識色心 是情是心 皆入佛性界中 所以各位呢 不管他罵你打你 這個都是一種佛性 佛性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有佛性 他在展現佛性 就像一個小孩子 本來生病快死了都不動了 爸媽寧可打他 你動一下嗎 你哭一下 對不對 這小孩子起來大哭大鬧 爸爸太高興 他活了 意思是說 你看到眾生在動 就看到他的佛性 你不會有分別 因為太高興了 這個人有佛性 所以各位 你越壞 越容易成佛 了解嗎 你越好色 越快成佛 因為你有那個動力 就怕你像一個石頭 連個動力都沒有 所以各位 要不要靠我們中國人 中國人太壞了 所以最容易成佛 太強了 最容易成佛 因為他現在跟我一樣 我就是這樣 我動力很強 我不知道幹嘛 所以整天賭博 整天釣魚 什麼玩 誰都玩輸我 但是我就是找不到 我的那個點是什麼 後來我看到地上經 因為我媽媽的音樂 我一下就決定了 我一下就決定了 誰也改不了 並不是出家在家的問題 而是我要用這個 這個佛性 這個地上本願 來過我的生命 來愛所有眾生 對我來講 沒有分別 就像我的兒子 因為我而被殺 我的太太 因為我而自殺 不會敗壞我的立她的本願 因為她是眾生之一 你不能因為這一點 讓你脆弱 那也不行 所以 但恐如等 若不能發 無上菩提大怨 即現身中 有犯七逆罪者 雖佛性之離體 人人本據 未曾勸少 而終難發起 戒之當體 所以 當然 雖然我們佛性本具足 但是如果你有犯後面這七條七逆罪 那因為就會遮障住 讓你沒辦法看到你的佛性 用你的佛性來做事情 像佛性這樣比喻好了 就像 一個女孩子 以為這個老公不愛她 這個男人不愛她 然後她很痛苦 失戀 想要自殺 原來男人 站在後面說 我一切都是為了你愛你 他媽的哭就抱著她 這樣就好了 就幸福沒辦法 你終於找到你的自信了 所以你找到你的自信不分 你現在是九十歲八十歲 都無所謂 現在我們在講 這些眾生 天神護法 神都在聽 這些鬼魂都在聽 馬上他就超越了 沒有天人的驕傲 也沒有鬼魂的可憐 因為他馬上就恢復他本來的面目 但是只要這七逆罪忏悔掉 所以戒律明條應當疾問 就是要問清楚 如等少請 且隨眾以理道的路 參謀堂中標準是這樣 要要 就像天主教的那個 黑布綁起來 進來進來進來 對不對 你有沒有犯 這樣 一個一個問了 但是現在變成一種大眾的 但是至少大概這個意思 所以你要詳細的問 如果你有 教你怎麼懺悔 沒有問題的 都可以懺悔的 所以 懺悔以後 真心不會再犯 然後你就有一個瑞相 可以去得戒了 說 若根本眾戒不破 七惡逆罪不犯 所以各位前幾天受五戒 到今天你眾戒一定沒犯 對不對 殺到淫忘救 所以 欺逆惡罪 逆罪不犯 方可如律如法 清靜受受 諸佛佔善 隆天未守 所謂疲擬住世 哎呀 今天我們又受戒了 有人受戒了 疲擬住世 則正法得以久住 那佛的正法就 久住在這個世間 所以各位的受戒 對整個世間很重要 所以 如等能依教奉行佛 能依教奉行 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縫法 究竟幫助眾生 離苦得樂 所以生命電視台 有責任 將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傳播在這個世間 希望各位 多關心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陳時中 台灣防疫超前部署 降低武漢肺炎境外移入 及社區感染風險 只要跟著政府的步伐 我們有信心戰勝疫情 透過防疫超前部署 強化疫情監視 並加強邊境管制 讓大家有安全的家園 為了確保防疫資源充足 同時強化醫療整備 與充實防疫物資 並且落實社區防疫 加強高風險對象追蹤管理 更密切監控假訊息傳播 加強民眾溝通 降低恐慌 防疫政策需要大家的支持 團結守護家園的健康 也謝謝每一位 共體時間與政府 共同防疫的國人 大家好 我是蘇嘉賓醫師 居家隔離與居家檢疫的對象不同 接觸過確診個案的民眾 會進行居家隔離 所有從國外入境者 都需要居家檢疫 民眾於居家隔離於檢疫期間 都必須遵守以下原則 一 留在家中或住宿地點 不可外出 也不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二 每天進入體溫和身體狀況 三 建議有獨立空間 避免與他人近距離互動 四 隔離檢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 避免觸碰口鼻 若有功能設備 須每日以漂白水消毒三次 最後再次呼籲大家千萬不要爬爬罩 一旦亂跑 我單位收到告警簡訊 最高還會被罰款一百萬元哦 冷凍活魚的果報 阿君從事水產養殖多年 這些年隨著魚子醬和鱘魚的價格不停地攀升 他開始決定飼養鱘魚 阿君啊 你怎麼會想要來飼養鱘魚呢 是啊阿君 雖然現在鱘魚的價格挺貴的 但市場上的需求量並不大 你一下子投資這麼多錢 將魚池全部用來飼養鱘魚 這樣可靠嗎 不擔心投資下去 鞋粉無歸嗎 哈哈哈哈 放心啦 我從事水產養殖業那麼多年了 怎麼會沒有考察好市場就盲目投資呢 哈哈哈哈 你們不用替我擔心的啦 這麼說來 您已經考察過鱘魚市場了 是啊 你們知道嗎 在國際市場上 鱘魚魚子醬的價格 已經達到非常高的價格 還有煙燻的魚肉 在國外已經流行很多年了 我想在不久的將來 鱘子醬和煙燻鱘魚肉 在我們的市場上一定會大賣的 到時候我也會大賺一筆的 呵呵呵 這些我也知道 不過能生產鱘子的可都得是十幾年的鱘魚 雖然鱘子醬收益很高 但投資時間太長了 風險太高 要知道現在市場上賣的 大多是只養了一兩年的鱘魚 啊沒錯 也正因為如此 我才會 投資這麼多錢來搶佔市場 不要錯過賺錢的好機會的 隨著鱘魚一天天的長大 阿君決定賣掉一些收回本錢 於是他開始尋找外地市場 很快他在幾百公里外的幾個大城市 找到了願意長期和他合作的幾位老闆 嗯 這魚的味道可真不錯呀 吃起來肉質鮮美又爽口的 嗯 這好像是鱘魚啊 阿君 這魚不會就是你養的吧 沒錯 這就是我養的鱘魚 怎麼樣 味道還不錯吧 味道真的非常棒呀 阿君 還是你的眼光長遠呀 最近 憑藉這些鱘魚 你賺了不少錢吧 是啊 味道這麼好的魚 小鹿一定很不錯吧 聽說好多大城市的水產老闆 都和你